Hello大家好,我是雪鹿,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自新生的奥特曼诞生以来,奥特曼已逐渐向凯甲勇士的方向靠拢了 尤其是X奥特曼登场后,X可以使用电子怪兽卡装备自己 穿上凯甲的X奥特曼确实跟凯甲勇士没什么区别 因此现在有不少网友吐槽,现在的奥特曼根本没有那种经典的味道 反而越来越像凯甲勇士,但是是真的如此吗? 其实只要奥特曼的这三个特征还在 不管以后怎么发展,奥特曼都不可能变成凯甲勇士 一,借助光变身 人间体变身是很多特色片都有的特征 比如假面骑士中,需要人类使用腰带才能变身 凯甲勇士中也有人间体,差不多也是使用腰带或者高科技变身 而奥特曼呢,奥特曼的变身方式不是腰带也不是高科技,而是光 当人类接触到变身器的光后,才能变身成奥特曼 这也是奥特曼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二,彩色计时器 提起奥特曼,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奥特曼兴可的彩色计时器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说了 有些奥特曼就没有彩色计时器啊 可除了光之国那些小喽喽外 也不存在没有彩色计时器的奥特曼了吧 有人可能会说,散王奥特曼就没有 其实提到散王奥特曼就更加能够证明彩色计时器的重要性了 因为早期的散文是没有彩色计时器的 后来由于观众的反对 远古才无奈将他头上的光束灯设定为了彩色计时器 由此可见,彩色计时器对于奥特曼的重要性有多大 三,三分钟设定 奥特曼最经典的一个特征 就是他们在地球战斗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分钟 可能会有人说 像强压斯这样的奥特曼 是因为地球受到污染才只有三分钟 应该不算奥特曼的特征 但其实这恰恰是奥特曼的特征 原本三分钟的设定是能量不足 地球受到污染后 强压斯奥特曼同样只有三分钟 所以说不管发什么 奥特曼三分钟的设定一直不会变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小伙伴们有不同意见的话 赶快在评论区里面告诉学龙吧 喜欢的话,不用了解学龙点赞哦 想看更多的资讯 关注我,抢先看 我们下期再见